大家好 古希拉神的究極熔岩已經開放 除了先前有介紹古希拉神的影片之外 今天再次提一下 古希拉神的挑戰關卡 這次當中一共分成5個關卡 通關完成到最後 可以獲得古希拉神的系列自選捐一張 然後可以直接獲得錢解雙版型態 不知道各位玩家 這次的究極熔岩 喜歡哪個屬性的古希拉神 而1到4關 我是用上一個合作要兌換的那個1% 剩下的隊員隨便放 我認為就非常輕鬆通關 難度1到難度4 然後今天順便要來示範 難度5的關卡 而打算用的是這次的光古希拉神 先前影片介紹已經有提過 可以放一隻九瘋王 九瘋王會有三維的提高 以及-CD 甚至在關卡當中 九瘋王還會變成 該古希拉神的屬性 那這邊回到關卡 一進場 因為有4種族4屬性 進場CD-6 馬上就開光古希拉的第二招 加第一招 第二招算常駐 第一招算是解盾加爆發 那我就直接給他開下去 然後接著 就可以帶走 而且傷害非常的高 然後接著來到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 每回合下方都會有固定版面 那因為有4種族4屬性 也有無視固定連擊 這邊直接把暗珠隔開就可以了 又或者開第一招 也有無視反手消就是了 但我剛開掉 然後帶走他之後 來到第三關 第一條血量 攻前盾也可以無視 然後服食連擊零化 這邊開第一招也可以無視 只是第一招的這個版面 已經沒有暗珠就是了 不過沒有關係 帶走他之後 來到第二條血量 那無數強化盾這邊 第二招的常駐固板 也有無數強化版面 以及 4種族 加10COMBO 4屬性也加10COMBO 等於說保底20COMBO起跳 這一隊也可以集中英隊高COMBO 然後接著來到第四關 紅綠燈這邊 常駐斷了 補開第二招 然後再開第一招 這個固定版面 然後光十字的話 就不會卡珠 只是要守小無珠屬性服食 基本上水火木就3COMBO 然後你光珠只要能夠隔開2COMBO 就可以輕鬆無阻 然後帶走他之後快轉來到下一關 4種族4屬性 也有無視平毒盾 所以這一關 直接稍微轉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王關 順便演練一下 龍克 他是有無視服食靜奏 所以開啟之後 按得無法消除就可以消除了 然後下面固定18顆 上面再消3顆 做了一個光碟珠 就可以輕鬆 達成守銷21數字盾 然後帶走他之後第二條血量 再開光谷希拉神的第一招 可以直接移除版面 不過要他自己當隊長才有 然後這一關 就可以輕鬆的通關 那麼今天的攻略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還沒有挑戰關卡的玩家們 記得請去挑戰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想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通知 記得訂閱什麼之塔 觀光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